看到标指的情况就是由高位的时候 其实去到上星期中就跌了16% 迫近技术性熊市的情况 但是之后就看到有一个反弹开始 你觉得这一轮反弹是可以去到什么水平? 看回标指现在水深就4,084 昨天就瘦了 我想如果你说反弹的话 看回之前商底的位置 我想大概是4,200左右的水平 因为你看到标指在大概3月和4月底的时候 曾经做了商底 那一刻一刹下去 就去到曾经刹到3,900以下的水平 变成如果这一转反弹 我想就用回那个所谓支持变阻力 看着那个水平 昨晚的言论其实也不是那些 就是说鲍威尔重新说要加0.5厘 不过你说为什么昨天的市场 是会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甚至会上升 就是近期都是上升 但是之前为什么又会下跌呢? 就是我想有时市场解读 可能股票市场的指数水平不同的位置 就是你说如果 就是好像之前的 害怕加息 但是那时候标普还是在4,200、4,300 就有空间跌下去 就堆下去 堆下去 4,000点以下 出发这些消息 大家就不怕了 就又抽上来 所以有时解读这些消息 都要看看股票市场的位置 是 其实昨晚债息就升了 但是 你看到科技股都有不错的表现 还有中概股都是做好的 好 你觉得如果你说反弹 你觉得到现在都是一个可以继续的反弹来说 你觉得应该吸引什么股票呢? 譬如刚才我们提及的 科技股或者中概股又值不值得考虑呢? 就是例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它们都跌得挺残的 那你又建议这两个板块可不可以考虑呢? 或者有没有其他板块大家又可以考虑一下呢? 我想科技股是跌得残的 即是你说美股那边我自己昨晚都加了少许Tesla 那我就见到它都七字头 那如果你拨这个美股会再弹的话 我想上回八字头不是很过分 那我自己就拨了少许Tesla 其他呢?你又会不会有点心脆? Tesla 我自己拿来拿去那堆 Tesla Apple SE现在还有没有货? SE没有了 你都在那里推介过大家 是的 但是没有了 之前都已经离开了 都提过了 就是之前SE离开的时候都说 今年的市 那张都是年头而已 都说今年美股不是很对路 就是说 stronghold是不行的了 结果事实也都反映了 SE可以由四百多元 推到去 不知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应该 推到最低五十多元 也不只是SE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一转的 我自己拨反弹低 选择一些龙头 不过可能动态一点 因为你身外 我都还有一些大暗瘡 是 SQQQ SRK 我都还有的 但是你在这转反弹浪呢 可能你自己就要多一些 比重自己去做一个部署 就是可能你说 我看这转反弹 但是还在上升的时候 那你再加多一点好瘡 就像我那样 加多一点特斯拉 上去的时候 可能你会被盖到 你的淡瘡的損失 弹到某个位置 你觉得差不多了 回头了 你就开始吃一些好瘡 那你的淡瘡 又可以慢慢慢慢 可以累积到盈利 就是很视乎 我自己就觉得 你的好淡比重可以调节的 例如可能你原本是二比一的 好瘡是二 淡瘡是一 那现在你说 我觉得这个股票要弹 那你就将好瘡比例去到三 三比一 那变成你弹的时候 你就会做得好一点 那你到觉得 反弹朗完了的时候 你就慢慢将好瘡 减回头 那其实同一道理的 好像这一转那样 其实我的淡瘡 我都有食物的 就是觉得它要弹了 那我就减减一些淡瘡 又加一些好瘡 就是我想 动态一点 我就不会说 全好或者全淡的 因为始终 这个股票真是 搓到这样 你如果全好和全淡 你是很容易被人搓掉的 就是尤其是 我现在想着 它一定G下去的 我全手淡瘡 这两天夹到你这样 你一定是会动摇的 所以动态一点 还有那个叫平衡一点 我觉得要 是的 好